天哪我老公的名字的账户全被冻结了 就我们两个都不懂 说为啥有问题出在哪了 我们两个当时是猛的 然后录完之后我们两个还怎么办 吃鲜茶告诉我们说以后会开庭是不是 对会开庭 健保卡啊 完了 我脚扭了呢 这边肿得多明显 它就碰了太直肠了 这才疏了 我想说没那么严重 我随小Q个性刚强 随心一眼 个性刚强 我这个怕空了 一个台阶 然后就直接就卖下来 我就明显听到咔吧一声 但我就坐在那休息了一会儿之后 然后动一动好像能走 没骨折 然后我还去了趟菜市场 哎呦我没办法哈 我现在严重了 走路走不了了 怨灵的时候还说不用 我可以走 现在不行了 要去福建了 我老公载我去 然后他去上班 然后你要把我载回来 那我怎么 我这么拐着回来 你这太没有人性了 我们还是不是好朋友 我上不去 上次有人问说 我爸爸是来哪间福建诊所 就这一间了 这间新开的还蛮大的 然后他楼上的话是 二楼是福建 然后他三楼的话 还有儿童发展中心 教育教室一到八家 还蛮大间的 多条任带受伤 然后说让我固定好 让我用轨帐 我爸要在就好了 我爸的轨帐可以借给我 你好 应该是电疗加冰菇 这个 怎样了 这是我老公有一年 你送我爸的圣诞礼物 对不老公 对 这回我用上了 你看 谁说咱家东西多 啥都有 姑娘你这样会不会太那什么了 太夸张了 穿成这样 热不热 不热 这个好吃你要吃吗 这个啊 章鱼花嫩的好 我老爷早时候来啊 你老爷老爷吃了一天 妈这些等我老爷我老爷来 再一起吃吧 跟你老爷老爷一起吃了 哎呀你吃吧 爱吃吗再给买 年天好 我跟大家讲一个咱家发生的一个真实的这么一件事好就是 我跟大家讲一个咱家发生的一个真实的这么一件事好就是 好多好多点钱了好老公 是我们家那时候还进行那个淘宝店铺 因为我以前的老朋友讲过说我家那个时候 代购 代购对 然后呢就开了一个淘宝店铺 那最早最早我代购的时候是针对我的认识的我的什么同事啊 什么同学呀这样的啊就是帮他们买一些台湾 他们认为说很值得在台湾买的 比如说小朋友尿布奶瓶奶粉 然后来我好朋友就说啊那你既然都帮同学们买的话 那你为什么不就是专门来做这个代购 我说好像也可以哈 然后就申请过一个淘宝店铺 是不是老公哈 对啊申请过 现在那个取消了吧那店铺 那已经被那个他自动会关掉 然后你要再申请的 你要再用就再打开就好 等于说人家太多年没用是不是 就给咱自动取消了 然后就是发生过一件事情 那个人是找我们干嘛买点数啊我记得 对就是充游戏点数啊 就是有一个人敲我们那个叫旺旺好 是不是聊天叫旺旺我记得哈 他叫我们就像我们在买东西 你叫那个买家一样哈 然后就找我们说要代购点数台湾的游戏点数 是不是这样哈让我们帮他买 然后呢他要充多少钱 那我们这一方的话一定是说哎 你先把钱打到这个啊我们这边的账户 但是淘宝的话就属于说是第三方对不对 他那个钱不会直接马上到我们的账户里去 是不是这样讲啊 然后呢就是呃 但是呢我们有一个账户是跟淘宝有连结的一个账号 对不对 嗯然后就是这个人的话呢 就是跟我们说买那个点游戏点数 我们就帮他买好了谈好了 那他就把钱的话呢要他说的理由我记得当时是说 他说他在大陆 然后他不方便充值 是不是这样讲的 没有他充值要台湾充 然后台币要充值 然后他说他在大陆然后不方便 对不对 对对 然后呢所以就找到我们这种代购 我来帮他做充值这件事情 那那时候我想说哎 没问题呀 那就帮他充值呗 然后就是给他算的这个什么啊 就是什么那个汇率什么的哈 是不是我们都算好了 那他就把这个钱汇到了我们这个指定的这个 就等于说我们淘宝这个链接 他就拍了一个链接哈 然后就是这个点数 拍完之后我们觉得说哎 我老公还去查 我让我老公去查 说这个看这个钱有没有到 对不对老公哈 哎一看哎有到 那我们想说也没问题呀 我们收到人家钱了 我们帮人家买东西哈 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这样一个购物流程 是不是这样讲 对 好了我们去帮人家买 等于说帮人家买完这个点数哈 然后呢就是交易都已经结束了 过了没多久的时间 我老公被人家起诉了 是不是老公 帐号先冻结 你的所有的那个那个 比如说你叫你要汇到你的账户了 嗯 就跟淘宝先关联那个账户 对不对 对账号 然后他就帮你先冻结 先冻结了 对 冻结以后全部都不能动了 然后那银行就打电话来说 哎 那个 那个先生你那个账号被冻结了哦 等于说还没告诉你起诉这件事情 还没还没 是银行告诉你的 说你的账户被冻结了 所有都冻结了 不管你的那个账号不管你在哪 同一个名字的是不是 对 哪几家开的银行全部被冻结 我天哪我老公的名字的账户 全被冻结了 当时就说 银行刚才讲说 说我们这个冻结了 反正就我听到说 瞧瞧我们家账户被冻结了 我说被啥呀 就我们两个都不懂 说被啥有问题出在哪了 我们两个当时是猛的 然后是 是你主动去问的是不是 没有就是冻结以后我就不知道 打电话去他说有人 有那个 那个什么 警察局去 你是问的邮局 不是你问的银行 对 然后银行就跟你讲说 你这账号被人家冻结了 然后银行就说 你这个要问警察 警察局看看 然后警察说你这个有人去 都是你主动的吗 不是警察通知你的 不是不是 我主动的 你就是知道银行账户被冻结之后 你就开始主动问说 对不对 反正我就跟我老公去 去那个什么 中立 中立 还不是派出所 警察局 对我去的是中立警察局 对不对 咱俩去 中平路 延平路上的一家 对不对 那个大间的那个 然后我跟他去做了笔路 是不是咱俩 对 坐那边就是 我老公紧张的要死 想说妈呀怎么还 塑笔路来了 然后路完之后 我们两个还怎么办 事情查告诉我们说 以后会开庭 是不是 对会开庭 还会开庭 开庭的时候 我才知道说 我被人家三方诈骗 对第三方诈骗 就是我们的账号被人家利用了 对 我老公多紧张 很想说小单怎么办呢 开庭 我说我们就实话实说 呗我们经历了什么 我们就跟人家讲就好了 警察当时也没说什么太多 对不对 其他警察也知道说 我们被人家三方诈骗 这种事情挺多的 是不是 警察都懂 就是我们到底经历了什么 但是这个流程上面的话 就是我们的账户得被冻结 然后呢 我们得去做笔路 然后我们得去开庭 是不是这样 对 那个账号 账户就很麻烦 尤其银行账户就只能会进来 就不能动 什么都不能动 所有的都不能动 同一个他的名 我老公的名字 只能赢薪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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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们钱吃饭了 然后我们 然后就是 那个到开庭 一共经历了那种多久 我记得好像拖了挺长时间才开庭 是不是 三四个月应该有了 然后到解冻呢 我们的银行账户 解冻 就是开完庭以后 没事了 然后你要把这个结果 跟那个警察局讲 我们再去跟警察局讲 警察局才会 他才会 他会跟你讲说 这个大概一个月以后就解冻了 那我们从冻住到解冻的话 大概要不要四五个月 大概要半年 半年的时间了 天哪 然后我们那就经历过这样的一件事情 等于说我们是 我们的账户就被人家利用是第三 第三方诈骗 等于说什么呢 就是举例子ABC好了 我们是A 我们是B好了 我们是B 是A这个人找我们买点数 然后呢 我们不是提供了账号吗 对不对 我们有个汇款账号给他 他把我们这个账号里面汇钱 其实不是他汇钱 是C汇到我们的钱哪 C汇到我们的账户里去 然后呢 但是我们收到钱之后的话 就给人家买了点数 给A买了点数 对 他就套了钱 他已经把这东西拿出点数 他没有给 A没有给10对等的关系 对等的价值给C 然后C就跟我提告 就提告我 因为他所有的信息的话 他只能找到这一个账户 就是说 他把钱汇到这个账户里去了 就好像我们跟那个A是一伙 其实不是 他以为我们就是A 但是我们只不过是一个第三方 就是被他利用的这么一个账户 就在我们中间转了一下这样 对 这叫三方诈骗 对对 三方诈骗 我们就是那第三方这样 然后我记得说 那个小姐好像是 呃女生对不对 被诈骗是买机票 买便宜的机票 便宜的机票 朋友们在这边我也要提醒大家 真的是不符合常规的 什么其他渠道的 不管你在哪里看到的 如果你要订机票 你就在正规的订机票的网站 千万不要听看那些什么 所谓的小广告啊什么 他们这边多便宜多便宜的什么的 对对对 就会是这种圈套 然后那个女生就是 她被诈骗她被诈骗多少钱 好像一两万块 然后被诈骗就是 她以为她是买了机票 可是她久久都没有收到这个票通知 是不是这样讲 对对对 然后呢她发现她被诈骗了 然后呢就找到我们这个账户 所以我们被告 那人家那个A真正收到钱那个人 早就想要罚外 我们也不知道她是谁啊 对对对 我们以为我们是正常的一个交易 帮人家买点数而已 我为什么今天讲这样的故事出来 就是因为 我们从那以后 真的不敢把我们的账号 再关联到任何地方去 是不是这样讲 就是我们不知道的 银行账号啦 身份证啦 这都不要随便给别人 我们没有给身份证啦 我们是提供的那个账号 对我是说 建议别人就是 就是有人在用 加上身份证的时候 你就不要随便给别人 身份证当然不能借 对还有银行银行的账户啊 也不能借别人家用 因为你不知道别人的用途 对对对 我为什么今天讲这个哈 我当然不是说 怀疑我的粉丝朋友 会对我做什么 但是真的是出了这件事情之后 我们家就决定说 我们的账户的话 不会借别人说 比如说 在帮人家怎么用什么东西 然后把我们的账户给人家 人家往我这里面汇钱 我再帮人家买什么 我们不会这样做了 所以说我们就是 为什么我今天讲出来 就是因为我的一位粉丝朋友 在看了我这个帮我爸妈买 那个Ama床垫的那个 那个等于说影片之后 他就跟我讲说 现在有活动了 他想说 让我帮他买这个床垫 他是一位独居老人 他就说想让我帮他买 我当时想说 哎呀 其实我有在帮大家买东西 就是因为我开了团购的话 很多朋友的话是不会去去购买 对网路可能没有那么熟悉什么的 我会帮人家带拍 但是我都是选择货到付款的方式 所以说我也不会接触到钱 那货的话呢 我也不会接触到 因为都是厂商直接发货 所以说就是我帮人家买东西的情况下 都是用货到付款的方式 那这一次的话 就是因为Emma床垫的话 我打开看的话 就是他没有货到付款这一选项 可能要直接付款 但是我就跟这个我的粉丝朋友讲 他是因为独居老人 其实我很想帮他买 那就是他想说要睡得舒服 那因为我知道说确实我 很喜欢这个床垫 我也知道他确实能让他带来更好的睡眠什么的 我想帮助他 但是我一想说 他说他不会用 可不可以我帮他用 我说可以 但是我一看后台 没有货到付款 然后呢就是etm转账 然后就是 什么信用卡 然后他就说 我说哎呦我说这个没有货到付款呢 然后这个位粉丝朋友就说 那我想把那我把钱汇给你啊 你在帮我买这样可不可以 我当时一听说把钱要汇给我这件事情 我说实话真的 我不是说怀疑这个粉丝朋友 这个粉丝朋友不是说故意找我麻烦什么的哈 因为确实他也是需要帮助 我很可以理解是什么 因为我的爸爸妈妈的话也常常在麻烦我家的邻居啊 我们家什么外面的什么手机行啊 我爸妈妈常常要麻烦人家 包括我爸妈妈常去的药店 我妈爸我妈我爸都会打扰到人家 所以说我并不觉得说 哎这个他他是故意来找我麻烦的 我从来不这么想哈 因为我想到说 独居老人可能比我爸妈的话就是更麻烦也是 他一个人解决这些问题 他没有办法 是不是这样讲老公哈 所以说我们我也我我就在跟我老公讲说 哎我说我想帮他买 我老公就说啊账号的事情就是哎 我们两个之前就是没有说就是我们两个之前就沟通过说 哎以后不要以后这种事情都不要再做账号的事情就不要再往外给人家账号 所以说不是说怀疑我这粉丝朋友真的很抱歉 就是我没有把我的账号给他 但是我心里一直觉得说 哎我好想帮他买这个东西 然后我今天的话呢也有帮他联络这个A门床店的这个跟我对接的厂商 但是他们现在还没有回话给我 我就跟他讲说我有一个粉丝朋友想下单 但是没有获到付款 我说请问厂商这边有什么方式可以帮助他购买吗 那我有这样帮他问 希望就是厂商的话能帮他协助他购买这样哈 就是直接让他对接厂商的话这样会更方便一点对不对 也安全一点 对就中间就是对他也是安全的是不是这样讲 要不然他把账户也这样的话就就告诉我了他的账号对不对 对他来说也相对来说是安全的 所以说我就想说嗯 这件事情说出来就是不是说我不帮大家 就是带拍呀或者怎么样 其实阿丹只要大家跟我讲的话 我都说哎没问题我可以帮你买啊 我也确实是这样做的 只要大家在粉专找到我的话哈 就是把你的什么像住址啊 然后姓名电话这样留给我的话 我就用获到付款的方式都会帮大家买东西 但这次账号这件事情 阿丹真的觉得说还是按照我之前跟我先生 我们两个以前讨论过的账号的事情就尽量不要 是不是这样讲哈 所以说今天的话就拍一个影片就是把这件事情分享出来告诉给大家 那也提醒大家账户的话就是不要随便的就是 你看我们两个之前的话想说这没问题呀 就是人家让我们帮忙代购啊 我就是做代购的帮人家代购点数 没想到还出问题了是不是这样讲 所以说就是那就跟大家聊这个 就把我们这个真实的这件事情分享给大家了哈 那希望吧 希望厂商这边的话能帮我这位粉丝朋友解决他这个问题 他能买到这个他心仪的这样的床垫 是不是这样讲 好啦那阿丹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了 喜欢阿丹影片的朋友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明天再聊喽拜拜